新聞全程話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國內今天又發生虎頭峰攻擊事件 地點是在台東縣的森林博物館附近 一個來自新北市的百人旅行團 在山路碰到一群虎頭峰 造成了十一名遊客被遮傷 其中兩人一度意識不清 情況危急 幸好送醫之後已經恢復清醒 救揮人趕到現場緊急將民眾放上擔架 送上救護車 同團遊客連忙說 還有人也需要幫忙 那個那個還能上 謝謝 謝謝 事發在八號上午台東縣鹽平鄉 這群六十多歲來自新北市土城老人會 總共一百多人的銀髮旅遊團 前往鑽山部落的森林博物館參觀 行經小路時 卻引來一群 中華大虎頭峰攻擊 根據台東消防局統計 總共有十女異男遭到遮傷 其中有兩人一度一時昏迷 傷勢較為嚴重 索性在送醫後都恢復清醒 其實旅客受傷的地點 是在森林博物館園區內 著名景點會走路的樹附近 由於該處有上千棵原生白榕樹 隨著氣根擴散蔓延 樹木宛如不斷在移動 因此得名 身處其中 也被形容是置身電影阿凡達場景 每年吸引無數遊客造訪 博物館負責人表示過去十幾年來附近未曾出現虎頭峰攻擊遊客事件 但會負責到底照顧遊客 台東縣農業處也已委託捕風達人清除蜂窩 國內另外一個焦點話題是國軍向美國採購四百枚暗置魚叉飛彈 第一批將在三年後送到臺灣 海軍因此規劃要在南部跟台東等六個地點 新設魚叉飛彈營區 但是在部分地方現在出現了反對聲浪 國軍向美方採購四百枚暗置魚叉飛彈 面臨交貨延宕 一直要到二零二六年 首批飛彈才會到貨 美方出售新型的魚叉飛彈 射程比海軍現役暗置雄二反艦飛彈的一百四十八公里還要遠 將投入打擊共軍兩棲船團 阻敵登陸 海軍規劃要在雲林 湖衛 台南新中 左營軍港 屏東東岸 屏東浦前 台東太平 增設六處魚叉飛彈營區 卻掀起地方正反議論 雲林縣長張立善開出第一槍 表示堅決反對 我們湖衛基地是屬於一個內陸的基地 那這個基地我想在這裡如果安置雲叉飛彈 不但沒有成效 我想針對國防部本身的一個專業跟經驗 他們評估 他應該設置在岸邊比較好 不會 不會 其實很危險 我想軍方應該做好配套做事 海軍將雲林湖衛 屏東東岸視為重點營區 但張立善表示支持全民國防 但雲叉飛彈屬於暗置型飛彈 設置在湖衛不合適 而美軍教官未來將進駐屏東營區 而左營軍港同樣是營區之一 國民黨高雄市議員李梅貞反對到底 認為左營恐成為戰時第一級的目標 民進黨李博弈反駁 只有備戰才能避戰 那為何還要受在人口這麼稠密的地方呢 更何況台積電就在附近 這樣合理嗎 我們備戰 但是我們不求戰 但是我們要有積極的這個防衛的系統 所以請國民黨不要阻止台灣的防衛系統 當地里長也持不同意見 反對者認為左營大多是老城區 設置營區並部署魚叉飛彈 會造成民眾恐慌 支持者提出美軍進駐營區 有助活絡地方商機 魚叉飛彈營區正義營燒 國防部8號回應 面對嚴峻敵情威脅 國軍各項武器系統 其營區設置 軍衣敵情威脅 戰略指導與作戰需求辦理 記者黃子杰 陳信仁王微雄 王昭全雲林高雄報導 接著要問您報導 以色列對哈馬斯開戰一個月之後 國防軍在七號正式攻入了 加薩新藏地帶 以色列總理納塔雅胡 再度明確表示 在所有人質獲釋之前 不會停火 國防部長也揚言 要完全摧毀哈馬斯 軍方表示加薩地底下 充滿了像迷宮一樣的隧道 入口就是隱藏在學校 醫院 還有遊樂園 掩護裡面的武器庫 跟武裝分子 在過去這段時間 以色列軍隊透過定位爆破 逐漸收緊了包圍網 今天傳出哈馬斯首腦之一 辛瓦受困在地下碉堡 已經對外失去聯絡 但是雖然以色列的態度非常強硬 不過媒體報導 美國不會無條件力挺 美國總統拜登證實 他要求以色列實施 是大約三天的戰術停火 同時也反對以色列占領加薩地區 根據以色列軍方最新公佈的畫面顯示 以軍持續對加薩的醫院跟學校 進行密集空襲 以哈衝突 劍滿一個月 以軍聲稱已摧毀一點四萬個哈馬斯目標 並正式攻入加薩市的新上地帶 並縮小包圍圈 準備摧毀哈馬斯密集的地道網絡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虎跟國防部長 七號再次強調 在240名人質獲釋前 對加薩的行動 不會罷首 格朗特形容加薩市地底下暗言數公里的地道 途經地面學校和醫院 哈馬斯的武器 通訊室跟武裝分子 就有藏身底下 哈馬斯2021年聲稱 一再加薩市地底 打造了長達五百公里的地道 如果屬實 幾乎是紐約地鐵長度的一半 以軍七號也公佈了畫面 包括在加薩的遊樂園附近 都發現了哈馬斯的地道入口 此外 納坦雅虎日前強調 以色列將無限期保持對 加薩的安全控制 以色之意 將重新佔領整個加薩地區 對此美國國務院七號 明確表示反對 而加薩地區 也有超過一萬人喪命 面對國際輿論 日增的停火壓力 美國總拜登七號證實 六號跟大坦雅虎通話 曾要求乙軍 為了人道與人質安全 施施戰術性暫停攻擊 但還沒得到回應 不過納坦雅虎的資深顧問瑞格夫 七號接受CNN訪問時澄清 以色列並沒有占領加薩走廊的計畫 最近畫面也顯示 數千名巴勒斯坦民眾 在已經四小時的暫停攻擊下 手持白旗往加薩南部撤離 而美國中情局局長伯恩斯 也訪問以色列 針對如何協助解救人質 跟乙軍高層進行會談 我們日新聞 請編譯 以巴戰火爆發 屆滿一個月 隨著傷亡不斷攀升 雙方人民正承受巨大的痛苦 以色列民眾七號 在特拉維夫點燃燭光 哀悼逝去的親人 而在另一頭的加薩 也有越來越多民眾 眼睜睜看著家人 在戰火中喪命 他們都有止不住的淚水 傷心的以色列民眾 七號在以巴戰火 建滿一個月的這一天 齊聚特拉維夫這處噴泉廣場 用碟點燭火圍成圓圈 表達對死去親人的思念 在吉他伴奏低音的歌聲中 許多人望著親人的照片 忍不住淚流滿面相勇而泣 同樣難過的 還有這群在以色列國會前 抗議的民眾 他們的親人在哈馬斯突襲行動中 被綁架 至今生死未捕 他們要求政府 無論如何要優先搶救這些無辜的人質 10月7號哈馬斯對以色列無預警的攻擊行動 造成以色列1400人喪命 還綁走240人當作人質 之後以色列對加薩展開抱負密集空襲 無形炮火 迫起醫院 炸毀難民營 遺體不斷從被移為平地的瓦礫堆中挖出 這一位在加薩醫院忙著搶救傷患的醫生 看到自己兩個年幼孩子的遺體 也被送進醫院 幾乎崩潰 這名醫生不只失去孩子 他的母親和兄弟姐妹以及他們的孩子 全都不幸罹難 當人們抬起一句句過著白布的遺體 為親人祈禱時 內心有無比的沉痛 以巴雙方至今有一萬多人喪命 但這場戰爭目前仍看不到盡頭 加惠人亡的悲劇究竟何時才能結束 故事新聞總會名別譯 歐洲焦點是葡萄牙政壇掀起政治風暴 因為執政黨有多名高官涉嫌貪腐 總理科斯塔雖然強調自己問心無愧 仍然在星期二宣布請辭以維護 總理職位的尊嚴 葡萄牙政壇星期二風雲變色 執政的社會黨多位高官 因為涉嫌貪腐 七號遭檢調 突襲搜索 連總理幕僚長都被拘捕 檢方大動作調查後僅幾小時 總理科斯塔就宣布請辭 未來也不再競選總理 科斯塔強調對得起良心願意配合調查 這起貪腐案跟蒲郭北部里礦開採 以及西南部至親專案有關 檢方懷疑執政官員涉嫌貪污 以權謀利 以起訴基礎設施部長 加蘭巴 環境署署長拉卡斯塔等人 科斯塔也被列為關西人 科斯塔請辭對蒲郭政坛是顆震撼淡 因為國會原先預定這個月表決明年度預算 現在無法預料預算案能否如期過關 葡萄牙總統索薩則在當地時間 星期三召集各政黨開會 討論是否由社會黨 繼續組成政府 還是解散國會 重新舉辦大選 公序新聞 帥林編譯 接下來我們就出個跟葡萄牙有關的題目吧 把時間交給皮帥 沒問題 葡萄牙比較少出現在台灣的新聞版面 現在我就來請問大家 您知道葡萄牙位在歐洲哪一個半島嗎 一 克里米亞半島 二 巴爾幹半島 三 伊比利半島 想想看 答案是哪一個呢 同樣是在歐洲 英國國會7號展開了新的會期 查爾斯國王第一次以君主的身份 發表寓作致詞 雖然只是象徵性的意義 但是充滿古早味的儀式流程 引起很多民眾的興趣 黑帳傳令官克拉克前往下議院 此時大門當著他的面直接關上 象徵下議院獨立於君主之外 黑帳傳令官必須敲門之後才能獲准進入 克拉克二零一八年接手任務 在當時正式成為英國六百五十年來 首位女性下議院黑帳傳令官 而他這次工作特別有意義 是為國王查爾斯三世首度以國王身份 發表預作致詞傳令 查爾斯三世去年曾代表行動不便的母親 當時還在世的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到場 包括首相蘇納克在野工黨黨黨魁施凱爾等眾國會議員 接令之後起身前往上議院 國王的預作致詞由政府撰寫 依傳統必須超脫政黨政治超然中立 君主用不帶個人情感與價值判斷把稿念完 查爾斯三世提到英國政府制定了打擊犯罪 促進經濟成長以及應對氣候變遷的相關計畫 政府的首要任務是促進國家長期利益 而近期中東局勢 俄乌戰爭 英國也將與各國一同應對致力於和平穩定 查爾斯三世抵達前世依循傳統 從白金漢宮搭乘馬車出發前往西敏寺 從專用入口進入到上議院的王座 疫情過後這場盛大儀式特別受矚目 不過國會外有反君主制抗議活動 但規模不算大 公視新聞黃玉玲編譯 繼續來到北歐 瑞典號稱是歐盟吸煙人口 比例最低的國家 但它卻是所謂口含煙的生產大國 雖然業者宣稱可以減少肺癌等疾病 但是就像電子煙一樣 還是引起了不同意見的激烈爭辯 機器不停轉動 這裡是全球數一數二的火柴製造商 瑞典火柴公司的口含煙生產線 瑞典在17世紀成為世界上首度出現口含煙的國家 也是目前這類商品的生產大國 同時除了非歐盟會員的挪輝和瑞士之外 瑞典是歐盟唯一可以合法使用口含煙的地方 根據估計 瑞典的口含煙使用者當中 女性的比例超過兩成 例如曾氏 飲君子的古納就覺得口含煙 比傳統香煙好多了 歐盟希望在2040年之前 可以培養出不吸煙的世代 作為打擊癌症計畫的一環 瑞典認為自己可以在2023年提前達標 這是因為使用口含煙 因此計畫調降相關稅賦來鼓勵使用 但醫學界有相當不同的看法 反對鼓勵口含煙的一方認為 這類口含的尼古丁產品 對健康的影響程度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不能單以減低吸煙率這樣的理由 就鼓勵人們使用 公視新聞徐家仁編譯 而在臺灣爭論二十幾年的代理孕母相關法案 現在八字有一撇了 衛福部長薛瑞元今天首度鬆口表示 正在研擬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 可能會讓代理孕母合法化 爭議二十多年的代理孕母 渴望合法化 衛福部長薛瑞元八號上午在立法院表示 目前法規是禁止代理孕母 不過國健署正在研擬的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 可能會將代理孕母納入管理範圍 使其合法化 衛福部指出草案中會要求先進機構的諮詢 同時要有法律文件跟契約的訂定 來保護委託者跟受委託者雙方的權利義務 衛福部也會有範本 對此醫界表示樂觀其成 認為有助於改善少子化困境 不過婦女團體痛批 不該在選舉期間倉促作出決定 擔憂代理孕母 恐怕讓女人工具化商業化 不是只有子宮出界而已 那另外就是說這裡面 我們其實也很擔心 會不會把女性的這個身體 當成一個工具或是商業上的一個使用 國監署表示過去兩年半 總共召開十三場專家會議 主要聚焦在三個面向 包括代理孕母生下來的小孩權益 保障女性身體自主權 以及家庭倫理等問題 最快明年初會預告人工生殖法 修正草案 明年底送行政院 順利的話再送立法院審議 各國不同功能的無人機接力亮相 以科技自豪的韓國 更是不斷進行各種測試 已經研發出可以載運乘客的無人機 接下來將會積極建立基礎設施 目標是在二零二五年要開發出 像是空中計程車一樣的無人機交通系統 現在就讓公視國際記者楊潛豪 帶您到現場先讀為快 這架小型飛機從基地起飛後 翱翔於天際 仔細一看 飛機內並無任何人駕駛 這款由南韓獨自研發的無人機 首次亮相 以每小時一百五十公里的速度飛行 未來將扮演空中計程車的角色 南韓自二零二零年開始 構築無人機交通系統 政府在全羅南道高新郡建立航空中心 讓民間業者從事研發與試飛 而由於現行航空法令 是以大型飛機為基礎制定 起飛降落等規範都過於繁複嚴苛 南韓古土交通部正推動 將無人機排除在外 量身定制規範 要加速讓無人機交通系統成為現實 南韓也積極佈局無人機交通系統的基礎設施 包括設置宛如小型機場的停機坪 讓乘客入關接受安檢後再登機載送 而停機坪旁還得有管控中心 隨時監控空中交通 網路通訊 噪音與無人機的飛行狀況 值得注意的是 無人機交通系統仰賴5G行動通訊技術 因此管控中心周遭 同樣會有無人機飛行 負責偵測通訊品質 並確認航道環境 以維護飛安 現階段南韓的無人機交通系統 正在高新郡的航空中心 展開密集實測 明年起就會將實測範圍 轉移至人口密集的首都圈 最後進入真人實際乘坐的關卡 預計二零二五年年底 無人機交通系統 就能正式在南韓上路 屆時不僅擁擠的首都圈 路上交通可獲得緩解 民眾就醫 運送貨物或應對車禍 火災等緊急危難 都能更輕鬆解決 南韓的無人機交通系統 現在已經進入基礎設施構築 以及飛行實測階段 接下來將等待正式商用化 古土交通部的人士告訴我 要如何說服大眾卸下新房 搭乘無人機 是未來必須面對的課題 以上是公視國際記者楊千豪 在南韓全羅南道高興俊的採訪報導 接下來這隻動物也是非常厲害 美國佛州一戶住在郊區的人家 叫了外送餐點 打開門什麼都沒看到 播放了監視器畫面才發現 原來是被一頭黑熊 截足先登拿走了 一名外送員將這戶人家訂的墨西哥速食餐點放在門口 用手機通知主人後便走人 沒想到一頭黑熊隨即聞香而來 大搖大擺用嘴叼走整袋價值45塊美金的美食 這段畫面被監視器全都錄了下來 十分鐘後 女主人和女兒開門想取餐 這才發現食物不翼而飛 男主人查看監視器畫面 證實竊賊果然是一隻估計可能重達180公斤 體型壯碩的黑熊 而且這頭黑熊食隨之味 又再次回頭偷了飲料 將空飲料杯丟棄在這戶人家門前的走道上 讓主人哭笑不得 這幾事件發生在美國佛州 奧蘭多郊區城鎮 這戶人家說 住家附近常有熊出沒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但熊會偷東西卻是頭一遭發生 最後外送平台全數賠償了這戶人家的餐點損失 主人也學到教訓 再也不會讓外送食物放在門口了 公視新聞的惠民編譯 比利時有一個小漁村 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使用馬匹托網 在海邊捕蝦的地方 而且現在只剩下15位漁民 還會這種傳統技術 因此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入文化遺產 但是這些漁民發現 隨著全球暖化 近幾年捕到的蝦越來越少 傳統文化也面臨了氣候變遷的威脅 在海中騎馬捕蝦 你有見過嗎 這裡是比利時西南海岸的奧斯特敦克爾克漁村 每年都會進行這一項傳統活動 利用馬匹托行漁網 在海邊的潛水區捕撈當地原產的河蝦 起馬捕蝦這項古老技術起源於15世紀 已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證為文化遺產 每年都會吸引眾多觀光客前來一探究竟 起馬捕蝦對當地人來說是與大自然合作無間 除了對馬匹的高度信任與尊重 也更深刻地認識海洋沙地 但是近年來他們成為氣候變遷下北海生態系統改變的第一線目擊者 根據美國NASA的數據 最近幾十年海洋已經吸收90%全球暖化的熱量 從1991年以來 北海表面溫度每十年就增加約0.3度 起馬捕蝦的傳統季節也被打亂 我們在旅程中開始開始涼快 我們看到這段時間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我們在旅程中開始開始涼快 因為我們在旅程中開始涼快 因為我們現在在旅程中開始涼快 而在同時漁民也發現 每年從海底撈到的塑膠垃圾越來越多 純粹暖化加上海洋污染 讓起碼補下這項古老的文化遺產 面臨艱困的雙重挑戰 公視新聞將文編譯 現在就請P帥來告訴我們今天新聞猜猜看的答案吧 好的 葡萄牙是位在西南歐 伊比利半島的國家 西部和南部濱臨大西洋 北部及東部則是與西班牙接壤 答案是3 你答對了嗎 謝謝P帥也謝謝您的收看 我明天再會 請P帥 今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